誰都可愛的 可愛的印度 Hello 這裡是WeGoFM 我是你們的MC Sally 今天呢 讓我們來聊一聊 星座這個話題 第一個了解的星座呢 是處女座 嗯 可能是因為私心吧 因為 Sally我本來就是個處女座 所以也想趁這個機會 來幫處女座的寶寶們 洗一下白啦 星座這個東西呢 可能是很多人之間互相了解的一座橋 但是大部分人的心裡 為處女座而搭建的那座橋 好像顯得並不怎麼有好 完美主義 龜毛 偏執 嚴重的潔癖 這些聽上去並不像包一詞的詞彙 嚴重的影響了廣大群眾 對於我們處女座的第一印象 所以我呢 作為一個處女座 今天就要來跟你們講一講 關於處女座的哪些事 雖然處女座確實有著 這樣那樣的缺點 但其實也並沒有 網友們誇大的那麼神經質啦 甚至有些時候 一些小小的瑕疵和不完美 反而會使人更加真實 更加可愛吧 我的身邊當然也有很多 雖然有些偏执 但卻很可愛的處女座門 那麼今天的第一首歌呢 來自於Sena的可愛 送給所有龜毛又可愛的處女座門 當然也送給所有 現在正在收聽微國FM的 可愛的你們 希望你們喜歡啦 小小小的小小小的小小小的小小小 調子いいかも 毎日毎日 騒がしいのは女の子だから仕方ないさ 駆け口や噂はやっぱ少し気にします 可愛く売ってるんだって 可愛く見られたいんだし 悩める少女は 恋をして強くなる 振り向いて欲しいだけなの 側にいさせて 話しとくって話せなくて 会いちゃうんだ 新作のチークも 明かりで意味ないじゃん 一つでと君だけだよ そんなこと 言えるはずないよ 挨拶だってまだなの 隣にいるのに夜話 いつかは笑顔をプレゼント 本当に思ってないよと 嘘をついた 君に聞こえる距離 チクチク胸が痛い 好きで好きでたまんなくて ああ 嘘をついた 香り付きのリストも 覚えててめいくだって 明日の一日中 ああ 君のこと 考えています 想像だって知っちゃいます 曖昧時間に負けない 可愛くなるから 見つけない 私たちの一日中 説起我身边的處女座 那就不得不提到爵爵 她呢 就是那种 陌生人跟她相处几天 就会不由自主地問到 你是处女座吧 的那种人 觉着对自己 对任何事物 都是高標準 严要求 让我印象最深的 应该就是她的洁癖了 高中那会儿 女生的小团体里 都是东西互用 互相吃对方的零食 水喝完了 就会拿起对方的水杯 肆无忌惮地 开始喝起来 一起住学校的宿舍 自己的那几件衣服 穿研了以后 就会在对方衣橱里 翻箱倒柜 搜索一下 有没有适合自己的那一款 但是呢 我和所有其他的好朋友 都会小心翼翼地 避开决绝的所有物品 因为决绝这种 明明性格很温顺的女生 唯一一次对我们发火 居然是因为 我们的一个朋友 在体育课下课以后 自说自话地 就拿起她桌上的水杯 开始咕噜咕噜地 往嘴里灌水 听到这里 电台前的你们 是不是在想 处女座就是严重洁癖啊 还有什么好洗白的 嗯 可是绝绝发火后的第二天 我们看到她的桌子上 又多出了一个水杯 上面用马克比 大大的写着 公用二字 绝绝还为之前的发脾气 和那个朋友道了歉 并且对大家说 以后想要喝水的话 可以用那个公用杯 看吧 洁癖不假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 依旧很爱绝绝 所以虽然是处女座 但却也是个很体贴 很会照顾别人的处女座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 范小轩的 我爱洗澡 是绝绝以前 经常会哼唱的歌 不知道听众朋友里的 洁癖处女座们 有没有和她一样 也喜欢一边洗澡 一边哼着这首歌呢 我爱洗澡 乌龟跌倒 哦哦哦哦 小心跳着好多泡泡 哦哦哦哦 潜水停 在祷告 我爱洗澡 皮肤好好 哦哦哦哦 带上羽毛 长长跳跳 哦哦哦哦 美人鱼 想逃跑 想冲冲下 细细做绰绰 又肉肉肉 刚才来我我手 想冲冲下 细细做绰绰 又肉肉 我家的鱼缸 好好做 我爱洗澡 乌龟跌倒 哦哦哦哦 小心跳着好多泡泡 哦哦哦哦 潜水停 在祷告 我爱洗澡 皮肤好好 哦哦哦哦 带上羽毛 长长跳跳 哦哦哦哦 美人鱼 想逃跑 上冲冲下 细细做绰绰 又肉肉肉 空再来我我手 上冲冲下 细细做绰绰绰 又肉肉 我家的浴缸 好好做 上冲冲下 细细做绰绰绰 又肉肉肉 空再来我我手 上冲冲下 细细做绰绰绰 又肉肉 我家的浴缸 好好做 L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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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EY LULA LULA LLEY 我的另一个朋友 圈圈也是个处女座 但她既不要求完美 也没有洁癖 如果硬要说起 她有什么处女座特征的话 可能就是毒蛇了 当然啦 毒蛇也是分等级的 对于外人只是初级 而对于我们这些 亲密无间的狐朋狗友 圈圈的毒蛇 就已经达到了中高级的程度 记得有一次 一个朋友 因为对象是个渣男而分了手 在KTV里嚎啕大哭 大家都忙着安慰她 可圈圈道好 凶巴巴地教育了她一个小时 我们都劝着圈圈少说两句 可是圈圈却说 现在不骂醒她 她以后看见渣男 还勇往直前 你们负责啊 虽然话听得不舒服 但是其实也是句句在理 有时候毒蛇 未必是什么不好的事情 往往被人们称为毒蛇的人 只不过是因为想了太多 我们大家都不愿意听到真话而已 所以接下来的一首 Big Flow的 《不想听》送给你们 希望大家以后 在被身边的处女座 毒蛇的时候 不要只是一味地抗拒 不想听 也试着去感受一下她 毒蛇背后的温柔和善意吧 《不想听》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认识的歌曲 李宗盛 中文字幕 by Jiong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打算也来说说 说过了身边的几个朋友以后 我打算也来说说我自己 Sally我呢 也是那个被网友 黑过无数遍的处女座 但是说实在的 其实也没有网上说的那么严重啊 爱干净 但没有到洁癖的程度 喜欢抠细节 但也不会让人觉得 鬼毛刀不行 会对自己有要求 但是要是上升到完美主义 还是夸张的那么一点点 不光是我就像前面说的几个朋友一样 大家的性格其实都还很nice啦 人格魅力也都很强 完全不会像网上说的那么夸张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来自于蔡依林的《我》 至于为什么要选这首歌 我想可能是因为 蔡依林是我小时候 非常崇拜的一个处女座歌手 不但有实力 她的努力也是众人所见 但不同于她以往 元气满满的歌曲 这一首《我》 好像显得更加的柔软无助 可能每一个坚硬无比 想把任何事情 都努力做到极致的处女座们 在她们坚强的外表下 在她们坚强的外表下 都有一颗柔软的心吧 偶尔也是需要大家的 更多体谅和关怀 在她们坚强的歌 是否还能站得高 当一天掌声变少 可爱有人对我笑 停下歌声和舞蹈 我是否重要 我镜子里的她 好陌生的脸颊 那个我是真 那个是假 我用别人的爱 定义存在 怕生命空白 却忘了该不该 让梦掩盖 当年那女孩 假如你看见我 这样的我 但却又乱落 会闪躲 还是说 还是说 你更爱我 让梦掌声变少 放一天舞台变少 还有谁把我看到 莫非是我不够好 谁会来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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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白 却忘了 却忘了该不该 让梦掩盖 当年那女孩 假如你看见我 这样的我 但却又般若 会闪躲 会闪躲 还是说 你更爱我 我怕没有人爱 不算存在 生命深空白 生命深空白 却忘了我应该 真实对待 当年那女孩 当你看见我 这样的我 我在个角落 会生动 还是说 你更爱我 会生活 还是说 你更爱我 说起处女作歌手 大家第一时间想起的 一定还有哥哥 张国荣 印象深刻的原因 可能是 因为长得好看吧 当然啦 哥哥的身上 也有非常显著的 处女作特征 敬业 完美 不论是作为一个演员 还是作为一个歌手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 来自于 哥哥张国荣 歌名同样是 我 但是这首歌呢 对我可能会有一些 特殊的意义 悄悄地告诉你们 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 我自己还蛮讨厌处女作的 另一种程度上来说 我也有点讨厌我自己 那段时间觉得自己偏执的可怕 特别龟毛 对越亲近的人越毒舌 要求也很严苛 直到后来有天 听到哥哥的这首《我的时候》 开始有了一种 很久都不曾有过的 自我欣赏意识 就像他唱的 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虽然我有很多 不讨人喜欢 甚至让自己都讨厌的缺点 但不可否认的是 我也还是有很多闪光点的啦 比如从来不伪装 耿直诚恳 工作效率还特别的高 所以我想每个人 其实都一样 不论是什么星座 都会有可恨的一面 当然也少不了可爱的一面 所以 无论如何 都要努力的做最好的自己 告诉世界何为勇敢 感激天生这个我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 我永远都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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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的方式不知一种 最荣幸是 谁都是作物者的光荣 �作人 不用闪太多 不一样的烟火 天空海火 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我喜欢了 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 孤独的沙漠里 一样身房的赤裸裸 多么高兴 在琉璃屋中快乐生活 对世界说 什么是光明和磊落 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天空海火 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我希望 我希望 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 孤独的沙漠里 依然身房的水溫落 听我说了这么多处女座的事实非非之后 不知道电台前的你们 对于处女座的印象 有没有些许的转变呢 其实啊 要求完美 偏执 毒舌 洁癖 这些特征 只要稍稍换种角度来看 好像也可以变成一个人的优点 不是吗 你的身边呢 有没有一些处女座的朋友 或者是新出现的朋友 正好是处女座的 如果有 那就请大胆的和他们相处吧 今天要听的最后一首歌 是来自于维里安的 完美一点 可能要做到极致完美 真的是无稽之谈 但是保持着想要更完美一点的心情 总会是一件好事情吧 处女座也并非都是完美主义 甚至有太多太多的不完美 但当你真正开始接触他们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他们的不完美 其实也都很可爱啦 这里是微国FM 外国电台 我是你们的处女座MC Sally 下期节目见啦 我只想对你说 却又不懂 该怎么开口 我只想再完美一点 让你收藏在心里面 我只想再完美一点 让你不会把我忘却 让你不会把我忘却 牵你的手和你诉说 完美的点缀 我信我 完美的点缀 我信我 完美的点缀 我信我 完美的点缀 明远交给我看破 你美丽的容颜 我的视线 停留在你的双眼 不管时间怎么变 双眼 不管时间怎么变 变不了我对你的迷恋 纷纷描描的过 我只想对你说 我只想再完美一点 却又不懂 该怎么开口 我只想再完美一点 让你收藏在心里面 我只想再完美一点 让你不会把我忘却 让你不会把我忘却 牵你的手和你诉说 完美的点缀 我信我 完美的点缀 我信我 我信我